规划球员,就在亚洲已经很普遍,如今,中国足球也加入到这个训练当中。 当然,现阶段的规划球员,还是以华裔为主,也就是有中国的血统。 1月31日,国安官方宣布在明清元加盲,这其中就包括侯永永和里可。 出自挪威特隆俱乐部清血的侯永永只有21岁,他已经跟随国安训练很长时间,并且在热身赛进球。 里可也就是耶纳里斯,出自阿森那清血,26岁的耶纳里斯斯之中场,也已经在热身赛出场。 国安官宣两位华裔球员加盲,拉开了中超球队签约规划球员的序幕。 就在国安官宣后不到三个小时,恒大的规划球员也有了消息。 毕鲁大学官方宣布,球队的助力罗特特肖正式转会恒大。 华裔球员罗伯特肖,出生于1997年,已经在毕鲁联赛率足,2018赛季出场35次,打金斯球,有着很强的个人能力。 而且罗伯特肖还入选了毕鲁各级国字号,还曾入选毕鲁国家队,不过没有登场。 如今罗伯特肖正式转会恒大,但他可能先以外援的身份出战,毕竟规划需要一个过程。 之前毕鲁媒体的消息显示,鲁能本多队也曾追逐罗伯特肖,最终,恒大还是如愿签下了这位强员。 对于恒大来说,还有一个规划目标,是英格兰球员布朗宁。 布朗宁应该已经跟随恒大训练,新赛季可能成为恒大的一员。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,规划球员正,是拉开了序幕,中超各队也已经出手。 正在跟随鲁能训练的德尔加多也是规划目标,但是,他到底以什么方式规划,还有很大的悬念。 新赛季的中超在场上,规划球员也成为一个看点,他们的水平到底如何。